哈嘍 大家好 我們這次回到這個善谷群走案了 今天要教大家打的副本是 DLC的紅花寶 首先呢 我要講這個副本 如果你只是單純要打三隻王的話 這個副本確實很困難 不只是輸出要夠 你的反應也要快 然後也要快打 但是如果你今天 如果把副本所有的BOSS 全部打完的話 總共有六隻喔 打完的話會很輕鬆簡單 小怪的部分的話 要注意就是 過程當中會遇到那種 烏賊 就是一個眼睛然後很多觸角的 這個一定要想辦法先搞定他 要不然的話 他很煩 他會綁定一個人的話會 持續傷害 那招是可以打斷的啦 那這部影片一樣我會從 以我們的這個順序過程喔 1到6隻王都會展示給你們看 那當然啦 第一隻王就是會展示 怎麼去採機關 機關在哪裡 他三個 拿BUFF的王都是採法陣 那只要採三個然後 某些特定的地方就會開啟一道傳送門 然後傳過去去打一個王 就可以打死之後就可以得到BUFF 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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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兩隻小王 好 首先我們來講第一隻王 這隻王很簡單 就有什麼招式就刪什麼招式 然後到後面會出現一隻王 後面好像還會出現兩隻小的 如果那兩隻小的可以打掉的話 我覺得優先先打掉 要不然的話他會干擾 讓玩家再進行輸出 然後打死第一隻王 你們會得到一個buff 這個buff好像你只要進行攻擊 就會看到你的人物旁邊會獲得一個紅光 然後慢慢的好像可以累積到四個紅光 然後你們去打第二隻王的時候會發現 這個紅光會丟法術 去對準你要打的王的目標 造成一個攻擊 然後我們來講第二隻王的打法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二隻王的打法 這隻王其實蠻麻煩的 坦克其實要小心 盡量要有保命的一些技能 因為這個王點名的時候有很大的機率會點到奶媽 那點到奶媽的時候就會變成癢 變成癢的時候就沒辦法持續幫忙補血 所以說很重要 那這個王有什麼招式就閃啊 盡量去閃 然後他會招類似青蛙出來 那輸出有機會就幫忙打掉 因為我們已經有得到那個buff 會幫忙攻擊的火球的buff 所以說會比較帶得輕鬆多了 那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被王點名變成癢的時候 那個是沒辦法斷法的 切記你變成癢之後 你要趕快看周遭有哪些有發一條光的 那就是可以吃的東西 你趕快去吃 吃那個好像他會丟 丟補血好像會補玩家的樣子 好像是 反正你就是變成癢 你不知道幹嘛 你就是去吃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打傷亡之前呢 在這個地方也是有踩法陣的 一個就是我們正在打的這個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等一下我會走向樓梯的 一個是在上 一個在下 那只要去踩好的時候 在三樓的 就是最頂的那一層樓會出現 傳送門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三隻王怎麼打 這隻王很容易 就這樣打就對了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王會點名一個玩家 他會把他綁住 然後過去進行一個致命傷害 那時候記得 不管是輸出還是坦克 甚至於奶媽 去把他打斷就好了 然後這個王的buff是 你只要 舉盾 每個玩家只要舉盾格擋的那個動作 舉起來 你就會發現 你舉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法術一直在噴火 這個東西就是 對我們之後 要打的主要的關卡的王 多來的輕鬆 這隻貝殼會負責你 這隻貝殼會負責你 這隻貝殼是貝殼 這隻貝殻 axes 這隻貝殼其實 佛 人 就 搢 泊 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四只王的打法 第四只王的打法蛮容易的 开场坦克拉好 然后他之后达到一段的血会叫弓箭手来 叫弓箭手来的时候 记得输出 记得立马转火先把弓箭手打跑 打跑之后呢之后王会叫另外一个近战的 那个近战的也是一样刚开始嘛 所以说一样要先转火打他 然后要注意那个近战的他会到角落放技能 那个可以打断 然后把他打跑之后呢 继续打王嘛 打王打到最后面的时候 王会把弓箭手跟近战都叫出来 当这两只叫出来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优先转火把弓箭手打死 打死之后呢 近战不用理他 他叫的那个近战不用理他 只要断招就好了 然后专输出王就可以了 因为等到那个阶段 王的血也差不多快死了 所以说我会建议就是还是一样 先把弓箭手打掉 因为他会放那个类似陷阱的东西 在场面会很乱 帮你着手 卖鸭车! 折捏了名字的鲜色鸭车! 在每次出口中! 你...你会连败光亮的! 提示! 你会连购这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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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來我們來講第五隻王的打法 第五隻王打法很容易 閃好招式就可以了 那如果閃不過招式呢 就用格檔來抵掉一些傷害就可以了 我下人打了一跳 我下人打過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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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不! 但我為你為你很榮幸 你很榮幸 你很榮幸 接下來我們來講鬼王的部分 雖然我們已經得到了 很OP的一些BUFF 但是我建議 這隻王還是放慢腳步去打 因為他的招式很簡單沒有很多 都很好躲 只是他後面的怪會越招越多 所以說我建議 既然有了那麼強的BUFF 慢慢來 小怪除了轉火優先打 因為這邊很多隻小怪都是會放法術的 然後都是必須斷招的 像王跑到角落的時候 他也會釋放一個招式 那個也是需要斷招 所以說在這邊要一直躲 還要斷很麻煩 然後他後面也有類似像鬼牆的東西 那個碰到不會被秒殺 但是會被推開 然後傷害也會有點痛 但是他那個類似鬼牆的過來 他一定會有一個通道 是可以讓你走過去的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就像我剛開頭說的 如果你沒有拿到這些BUFF的話 打這隻王 你真的輸出要給力 反應要快 而且會打得很痛苦 是的 OK 神經病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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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 反應 反應 прямо 你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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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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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你不要 我 你不想 你不想 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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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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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尔滯沙悲伤心 的本地在派这些等于 的曾和新俩要